美军印太司令公布影片 可以看到美军RC-135侦察机 在南海国际领空执行时 遭到解放军歼16战机拦截 就从RC-135前方飞过 两机最靠近时距离只有120公尺 美军军机被迫飞过歼16的尾流端流 产生剧烈晃动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 安全和利益关切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展现诚意 为中美两军对话沟通 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 美军指控解放军战斗机的行为 是不专业且不必要的挑衅举动 中方则拒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 让两国防长举行双边会谈 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 从2021年起 中方拒绝军方高层对话达十几次 还多次回绝工作层级的对话 我们在军事与军事与军事业谈 已得来担心预仇与佥丰应 禁又同时 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瑞特纳败 表示美中军事对话对于维持台海 和平稳定十分重要 也再度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瑞典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指出 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中国问题的观点上 趋予一致都认为跟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 但在寻求维持关系的同时也看得清楚 没有要脱钩只是要去风险 TVBS新闻余思寅倪家辉黄松浦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